冷冷冷真的好冷啊 看到大家都包緊緊的 可見這週報導的冷空氣 真的很凶狠耶 受到強烈大陸冷氣團影響 週一全台一整天都冷氣氣 截至下午5點30分為止 全台共有9個側站 最低溫都在10度以下 其中新北富貴角 出現全台最低溫9.6度 中央氣象局也針對 苗栗已廢六縣市發佈體溫特報 入夜之後月晚會約了 大家要注意保暖 所以除了北台灣還有雪林心臟雨之外 其他地區是多雲的天氣 雖然週二開始天氣會逐漸好轉 但週二晚間到週三 又會有一波華南雲雨區東移 屆時全台水氣將會明顯變多 渴望稍微舒緩全台水情吃雞的情況 另外今天一早受到強烈大陸冷氣團 帶來的境外污染物影響 全台的空氣品質也相當不好 但好在局部地區有明顯降雨出現 讓境外污染物的影響有減緩 環保術也提醒週二白天開始大陸冷氣團減弱 環境風場會由東北風漸漸轉為偏東風 因此北部地區擴散條件較佳 中南部地區容易累積污染物 大家出門口罩要記得戴好戴滿